《淺色木架掛著繽紛花布》 是過去拿來曬福菜的器具 象徵著客家情節美德 而同樣一看就知道屬於客家風的還有 雪白麵團不斷揉壓 裝新的溫度和力度 使麵團越來越有彈性 綿性 接下來搓成長條狀 再一顆一顆捏成小麵團 搓圓壓平在中心按下小凹槽 一個個又如圓盤子 直接下到熱水中滾住 給它動一下 不然底部會黏鍋 一粒粒圓圓胖胖的麻糬 其實叫做牛問水 是早期客家人農忙時 下午補充體力的小甜點 薄薑片黑糖水滾煮 把牛問水直接放入 微甜微辛的醬汁裡頭 看起來有點像牛泡在水裡 吃起來神似湯圓 卻更有Q度 黑糖微甜淡淡薑香解膩 加上脆脆的花生粒 口感豐富 鹹鹹吃也毫無違和感 乳肉香氣瀰漫 搭上QQ的牛問水 中和鹹度 還帶有芭蕉香 幸福感瞬間爆棚 不過要比吸睛度 薄薄香光是聲音就夠震撼 2 1 這邊的最好的真的很香 震天山翔伴著白色煙霧 一陣香氣隨風釋出 讓一旁的大朋友小朋友 心情也跟著興奮了起來 一個個乖乖排隊 等著大快朵頤 真的喔 那你覺得哪裡好吃 米香不香 香 很奇妙 這樣蹦一下就 就這麼香 這麼美味的東西可以吃 新鮮豆米緩緩倒入機具 蓋上蓋子開啟爐火 再替它皺上一層金鐘皺 老闆慢慢轉動機具 等待手前 我們要讓米能夠一直翻滾 不要讓它全部在下面 火源處一直集中著 它如果一直集中到下面的話 它就會直接掃焦 不斷轉動 直到爐內壓力越來越大 泵的一身壓力解除 同時也釋放了農青 弘勝邦對土地的深刻情感 23歲就回鄉成熙農物 選擇自然農法耕種 但難以預計的農損 讓它一開始壓力不大 如果你真的要從事自然農法的話 你前面三年一年 你基本上會讓你感覺很灰心 那如果你撐過去之後 也不代表你會成功 所以你還是要一直繼續去摸索 堅持以友善的方式 對待土地 從盛邦開始開發米製產品 除了直接吃的薄皮湯 還把它拿來入菜 米香烘蛋 外酥嫩 米的甜味 香氣 溶硬料理中 讓莉莉結辛苦的豆米 以更多樣貌絕美呈現 然後進來 散步